烧东家 来看人喽 来了 我叫陈一刚 平昂古城永庆魁票号第六代船人 现在在家里经营着院子 这是我家的拴马装 从我祖辈一直留存到现在 当年祖祖辈辈就是靠着马车 把生意经营到大江南北的 还有这块牌匾 是我太爷爷传下来的 平昂每扇木门深处 藏着的都是浓浓的生活气息 我从小都睡红木雕花大床 朋友都调侃我 说我每天和结婚一样 其实我感觉蛮幸福的 我从小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 平昂啊 来吧 把拇指头往库为铁 丝字脱往地为铁 大型中狂 与胸油结狂 小时候爷爷就给我讲这些 所以这些习惯就保留到了现在 因为道理听多了 所以读书的时候啊 身边只要有朋友逃课 或者睡懒觉 我就会跟他们讲道理 虽然我从小在院子里长大 但实际上我有时候还蛮叛逆的 小时候不是喜欢炮仗吗 就那二踢脚 锅炉里一扔 蹦一声 然后就锅炉给炸了 就被全家人追得大 然后爷爷奶奶喜欢慢歌 我喜欢快歌 然后我就把音响放到院子中央 然后放到最大音量 自己边跳边唱 奶奶就说我 那是你讲的是白国王的 后来我觉得古城不应该这么安静 所以自己就践走偏风 开了一家非常热闹的酒吧 但是没过多久啊 就凉了 古城又恢复到了以往的平静 今年开始我就杭州平洋两地跑了 其实出来是为了更好的回归 我希望把大城市的经营理念 带回古城 其实我感觉南北古镇的差异 还是蛮大的 南方的古镇 它更多的是茶文化 禅文化 宽若一个美丽的女子 而北方的古城呢 它更像一个庄严古朴的汉子 就像我一样 我希望在场的女生 可以喜欢我这一款北方汉子 勇姓奎票号第六代传人 是吧 对 试镜 试镜啊 不敢 高镜 我想问一下那个男嘉宾 你那个VCR里面不是说 酒吧倒闭了吗 看了VCR之后不太清楚 你的具体工作到底是什么 我在这个院子的话 把它改造为了客栈 客栈 对 民宿 在精英客栈 对 民宿 然后我现在就是杭州 和平洋两地跑 然后在杭州的话 自己是做一些电商生意 杭州做电商 对 23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开始在VCR里面说的 要把现代的东西 带到古镇里面去 我们湖南有一个芙蓉古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因为我们那个芙蓉古镇 是在山上建了一层 又一层 又一层那种房子 都是少数民族比较多 所以那个地方就是很繁华 里面啥都有 比如说你想要学习的话 你可以去芙蓉古镇看一看 当然可以 你说的那个镇 这个镇号称 画在瀑布上的一个古镇 在80年代出的时候 谢靖导演在那儿 拍了一部著名的电影 叫《芙蓉镇》 那个镇很有名 也可以去看一看 对 可以的 谢谢